巴西的经济遇到了麻烦 巴西的PMI数据来到了70个月最低的47.9 同时巴西的通胀率也来到了历史新高的8.13% 墨西哥的通胀率数据和工业生产数据将在本周公布 墨西哥会追随巴西的脚步吗 即将与我连线的是来自于巴克莱的布鲁诺·罗瓦 布鲁诺 欢迎你 巴西的PMI数据来到了70个月最低的47.9 通胀率也来到了历史新高的8.13% 在利率提高以后 美元雷尔的价格在3.12 你对巴西经济的中期有着怎样的预测呢 好的 事实上 巴西经济在2015年第一季度的衰退 与我之前做出的预测结果是相符的 PMI指数的结果对投资者信心来说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而通胀的表现可以说对于消费者和投资者来说都具有很大的伤害 我认为巴西的货币政策也是目前巴西经济遭遇困难的原因之一 在中期阶段 雷尔将会一步一步地走向贬值 墨西哥经济受到美国经济的影响 你认为会受到最新发布的非农数据和美联储会议纪要的影响吗 根据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报告和美联储会议纪要的结果显示 美国经济的增速正在放缓 同时通胀也在下降 这对于墨西哥的经济来说是不利的因素 根据美联储会议纪要的内容来看 以及墨西哥经济和美国经济之间的联系 墨西哥经济在整个2015年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个低潮期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降 也是拉丁美洲遇到问题之一 就像墨西哥和巴西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 出口占GDP三分之一 你认为这才的结果会对他们的经济造成影响吗 是的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墨西哥在石油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 这不仅仅是石油价格下降的问题 石油生产方面 墨西哥的表现也要比预期差一些 当石油的需求下降之后 墨西哥很多的石油生产商就遭遇了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很多的企业破产了 墨西哥国内很多的石油工程分别搁浅 虽然墨西哥政府在石油领域给予了很多的帮助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样的情况将会持续整个2015年 而到2016年 墨西哥的石油业面临2.1%的收缩 而石油的产量将会从每天230万桶下降到每天220万桶 根据我们的预测 石油的价格到明年将会增加9%左右 平均价格在55美元一桶左右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 石油出口在未来的2到3年之内 都会是继续的衰退 而这个消息对于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么你对于将要发布的工业生产指数 和通胀报告有着怎样的预测呢 墨西哥在2月份的工业生产指数 下降了0.5% 而这个月的数据 由于石油生产的反弹 应该会有所增加的 当然了 这一切都还需要结合出口的数据来看 结合美国制造业PMI数据下降的结果 来分析 下个月 我们应该会看到在2.2%左右 布鲁诺感谢您带来的精彩见解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